花蓮港天宫连续多年把农历七月普渡的贡品捐赠给花蓮地区的弱势家庭 9月18号上午再捐出了150份物资4000斤的白米给13个单位 希望可以把妈祖娘娘的慈悲精神宣扬到每一个角落 花蓮市长魏家宴特别到场感谢港天宫多年来的善心一举 满满的物资和白米分别要送给花蓮地区13个社福单位 这是花蓮港天宫每年中原普渡过后都会举办的物资捐赠活动 这是我们7月10号农历普渡的物资 这是我们港天宫的马祖他就是这样 有物资的话就要先给一些肉食团体 让他们比较好一点这样 因为物资是大家的 我们就有做这个工作 非常谢谢你们来领这个物资 谢谢大家 你持续很多年这么做了吗 每年都有做 每年都做 受证单位也特别到场向妈祖娘娘上香 敬谢妈祖娘娘的慈悲与关怀 捐赠了20份物资以及600斤的米 给我们的食物银行 特别感谢我们港天宫 也要谢谢妈祖的我们慈悲心 就我们所有的比较弱势的一些 我们团体 以及所有的我们弱势的一些人员 那在这边 家印要再次的感谢感谢公 每一年都有这样举办 这样的捐赠仪式 那我们会善加利用这些捐赠的物资 然后给有需要的人 那也希望有需要的人 能够到我们食物银行来做一个领取 150份普渡物品还有4000斤的白米 让许多弱势家庭能够获得帮助 其中花莲市也寄注了20份的物资 和600斤白米到食物银行 市长卫家宴呼吁 有紧急需求的民众可以前来领用 也欢迎有更多善心单位可以捐助物资 帮助需要更多被帮助的人 这旅会欢迎市报道